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 我是宇童 首先和大家分享 有着冷战之父之称的 乔治·凯南日记中的一段话 1989年12月3日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共产主义世界的革命失败了 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公正地说 此前我已经遇见了这一天的到来 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 我就竭力提醒政府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莫斯科的共产主义 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苏联人民的控制 多年以前 在戈尔巴乔夫登上世界舞台之前 我就已经开始努力地说服很多人 苏联对东欧的掌控能力已经严重削弱 他一旦受到挑战 是承受不住任何压力的 我经常把这种统治 比喻成池塘里的薄冰 看起来很结实 踏上去却无法承受任何力量 不知您是否有这样一种感觉 几十年后 让我们再度重温乔治凯南日记中的这段话时 相似的一幕 似乎正在中国大陆发生 中共的统治就像是池塘里的薄冰 在国内外巨大压力之下 开始咔咔作响 开始出现道道列文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两个话题 就与此紧密相关 首先是中共面临的内部压力 6月3日 大陆刚刚出现了一位奇女子 她以巨大的勇气 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壮举 就在六四的前一天 与北京当众抛杀美国独立宣言传单 其中明确出现推翻这个政府的内容 我们在接下来会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第二个内容就是中共面临的外部遏制 在当今的印太地区 区域军力平衡已经在向美国及盟友倾斜 也就是说 美国及其盟友在军事上更加占据了主导权 可以更加有力的遏制中共 我们也会和大家详细聊一下这个话题 在文章的最后 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乔治凯南的另一段话 这段话道出了美国在冷战中获胜的大秘密 下面让我们直入主题 聊聊这位震惊世界的奇女子 据网络流传消息 6月3日 北京鸟巢5月天演唱会场外 一名女子在高处挥舞美国国旗 抛撒独立宣言内容传单 不幸的是 她被随后赶来的保安人员摔倒在地 抢走美国国旗 对于网传的现场传单 由于在我们的观众里面 一些朋友可能不了解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要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传单分两部分内容 一个是美国独立宣言选段 我们挑其中主要的部分为大家练一下 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而政府之正当权利 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任何形式的政府 只要破坏上述目的 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 并建立新政府 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 任何苦难 只要尚能忍受 人类都宁愿容忍 而无意废除 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 来恢复自身的权益 但是当政府一贯滥用职权 抢取豪夺 一成不变地追逐这一目标 足以证明它只在把人民 置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时 那么人民就有权利 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 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这位女士所引用的话 已经明明白白地指向了 人民就有权利 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 从这一点上来说 其意义不可估量 而这位女士的勇气同样令人惊叹 另外传单中还有 自同胞们的一段话 这位女士呼吁说 在这个世界上 是先有了人 才有了国家 法律 等等一切社会规范 我们应该忠于的是 正确的价值观 而不是忠于哪个政党 中国要拥抱世界 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 成为一个人人都想来的国家 而不是一个人人都想逃离的地方 这个世界上 只有价值观相同 和价值观不同的两种人 如果你和我想的一样 那从现在起 请想一想 你能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做些什么呢 立刻行动起来 做你能做的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目前 这位其女子用自己的自由 幸福 甚至可能是生命为代价 所发出的呐喊声 如巨大的冲击波 在网际网路上迅速传播开来 无数华人为她的行为点赞 称她是另一个彭丽发勇士 女中豪杰 金国英雄 人们说 希望知道她的名字 历史必须记住她们 看到这些 总让我热泪盈眶 这位女士 代表的绝不仅仅是她自己 而是代表着 无数像她一样的男男女女 一位网友说得好 这是火山爆发前的征兆 而中共政府就坐在火山口上 摇摇欲坠 在这位女士的呐喊声中 中共统治的薄冰 正在出现道道列文 和大家分享完这则激动人心的消息 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 看看国际社会上 正义力量对中共的各种遏制 新加坡当地时间 6月3日上午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在每年一度的 亚洲最高安全峰会 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发表主旨演讲 他说 我们的共同目标很明确 遏制侵略 深化促进繁荣和防止冲突的 规则和规范 因此 我们正在加强规划和协调 并与我们在东中国海 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朋友 进行训练 奥斯丁明确表示 我们不寻求冲突或对抗 但我们不会在欺凌和胁迫面前退缩 所有这些在台湾海峡尤为重要 奥斯丁强调说 冲突既不是迫在眉睫 也不是不可避免 今天 我们的威慑力量是强大的 而我们的工作 就是保持这种状态 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关系 到整个世界 商业航道和全球供应链的安全要靠它 世界范围内的航行自由也是如此 奥斯丁随后不点名的警告说 台湾海峡的冲突将是毁灭性的 值得一提的是 5月23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公布惊人消息 他说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授予他两项任务 第一防止这场入侵台湾冲突的发生 第二如果我在第一项任务失败了 那就做好准备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 在印太地区 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正出现大幅度进展 例如在菲律宾 奥斯丁说 美国和菲律宾最近根据我们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指定了四个新地点 这将使我们的部队可以一起努力 加强菲律宾的安全 这四个新的军事基地中 有三个靠近台湾 一个靠近南中国海地区 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一仁曾经指出 菲律宾对于台湾海峡有很高的重要性 它可以西控南海 北俄巴士海峡 然后东面是菲律宾海 为什么菲律宾海这么重要呢 因为在所有的专业军事评估里面 中美最有可能爆发海军大战的两个地区 一个在南泰 一个就是菲律宾海 也就是在一二岛链之间 所以从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菲律宾的重要性 他说菲律宾北俄巴士海峡 因为中共的潜见的大本营 在三亚榆林基地 它一定要穿越巴士海峡 才能到西太平洋 才会对美国造成嚇阻效果 因此美国必须要自己 遏制中共的潜见通过这个地方 美日近来非常刻意 要从南海到第一岛链的水域 一直不断进行反潜演练的训练 主要是针对中共的潜见 而菲律宾最新提供的基地 为美军打开方便之门 让美国兵力占据最佳位置 再来说到日本 2025年 美军将把海军陆战队里面 最先进的编队 也就是第十二海军陆战队 滨海团 部署到日本 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 日本自卫队统合参谋长 吉田闺秀说 目前正处于一个分水岭 是否可以阻止 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为 并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我非常担心 国际社会不能否认 乌克兰战争这种突发事件 也有可能发生在印太地区 为了遏制任何突发事件 区域国家必须团结一致 加强各自的威慑和反应能力 而在澳大利亚 美国将增加轰炸机和战斗机 在澳大利亚基地的轮换 并扩大双方的海上和地面部队合作 另外在韩国方面 美国不仅扩大与韩国联合军演的规模 并进一步承诺 向韩国提供延伸威慑 美国与泰国的军事联系也在继续 两国每年都要举行金色眼镜蛇的联合军演 不久前 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 伊利·拉特纳明确表示 在台湾海峡 我们的威慑力是真实而强大的 我们相信对北京来说 冲突的成本仍然不是他们愿意负担的 代价仍然过高 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持这种状态 美国及其盟友的这一系列做法 让人想起了乔治·凯南 在其著名的苏联行为的根源 一文中所说 美国对苏政策的主要特色是 长期有耐心 但坚定且保持警戒 以围堵俄国的扩张企图 虽然俄国整体而言 敌视西方 但是它的实力弱 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颇大 苏联内在的缺陷 很可能造成自身最后的衰败 这些就足以给美国信心 采取坚定的围堵策略 在任何一个点上 只要俄国人有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迹象 就以坚定不移的力量来反击 看上去 美国及其盟友针对中共的做法 和几十年前遏制苏联非常相似 那么美国为什么能够在这场冷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乔治·凯南在文章最后说 应当感谢神 因为神给美国人民这么艰巨的挑战 让我们为了维护这个国家 必须团结一致 并接受历史所托付的道义和政治领导的责任 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这种坚定的历史责任感 这种对神的虔诚信仰 就是美国之所以强大 之所以能够在冷战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所在 好 今天的话题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和周五固定播出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个赞 也请帮助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